你出国这么多年听到哪一句话让你最不舒服 哪一个词让你感觉到深深的歧视 那么这个词呢其实是一个 中文跟英文里都有的词是什么 就是华语啊 外人怎么说咱不管啊 咱就说咱自个人怎么说 今天呢有一个朋友私心问我 他说张富亮 那个你出国这么多年啊 就哪个词啊让你觉得歧视到你了 不爽或者把你画标签了 我说有啊 这个词是什么呢 这个词就是传说中的华语 他说华语它就是个归类的词啊 他怎么就歧视你了呢 或者你怎么觉得这个词有问题呢 我想说这个词本身没问题啊 你们只是有些把这个类给归错了 很多的你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华人 大量的他不是华语 华人国家从法律上来讲 是有明确定义的 对吧 你得入了外国籍 这个叫华人 你不入外国籍 这个叫华侨 对吧 但是但是但是 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 那我们说普通 咱们就是口语层面来说呢 啊 在海外的我们通称为海外华人 或者说是海外侨胞 对吧 啊 这个就不存在法律上的定义了 那我们现在来说这个华语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华语呢 我倒不是反对大家说啊 大家妈妈屡超然是华语是没问题的啊 他确实是个华语 但是很多中国人他不是华裔 自信点他就是中国人啊 你比如说我先说两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啊 徐可欣 杨树平 哇 我前天网上就看到有人说这俩人是华裔汉奸 自信点啊 他俩就是汉奸 他俩不是华裔汉奸 啊 这俩绝对是汉奸啊 这俩绝对不属于华裔汉奸 你真的要自信点啊 这两个就是中国生中国长接受到中国教以后来来到美国以后啊 把他们的嘴脸暴露出来了啊 这个跟美国可没关系啊 他可不是来到这儿 他成华裔的 他才这样啊 他在国内我估计他也这样 你明白吗 那这俩现在回国了 他变好了吗 我不知道啊 我估计没有 我估计没有 我只是说啊 海外华人不想背这个锅 好吧 你不要用华裔去点每一个人 因为什么叫华裔啊 真正的华裔 其实我接触到的都不多 我在美国生活 因为真正的华裔呢 他只是说长了一个亚洲脸 所有的东西跟你的本国再无一毛钱关系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父母还是中国人的 对吧 然后孩子生在这儿 其实父母跟中国关系都已经不太大了 然后孩子生在这儿 在这儿土生土长的 然后呢 其实呢 你问他中国 他说不出好来 说不出坏来 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亚裔的美国人 然后呢 但是你问他 你具体问他是哪国 他可能会跟你说中国的 然后呢 就是他平时的生活 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就是你在网上骂的那个统统不是华裔 你明白吗 你自信点 那就是中国人 那就是中国人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 是华人华侨 但从真正定义来讲 他就是中国人 你真的 你要自信点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华裔 都不是真华裔 真华裔就是那种 说着 就是香蕉人 你明白吗 那种就是香蕉人 香蕉人其实指的就是ABC 指的就是这种黄皮白鞋 什么叫黄皮白鞋 汉奸不叫黄皮白鞋 黄皮白鞋就是说 真正的黄皮白鞋 我我见过一些 就比如我们小区隔壁 有一哥们就是 他父母是香港人 对吧 就是从香港那边来的移民 然后呢 因为他父母都是 就是十六七岁上 别人我来了 那他生生长在这儿以后 长大以后呢 你问他中国 你问他日本 你问他什么韩国 什么 你在问他德国 在他眼里都一样 都是外国 然后呢 他平时的生活呢 就非常的 跟一个美国人一模一样 没啥区别 家里有摩托车 对吧 一大哈雷摩托 然后有三辆车 两辆是他用来飙车用的 很有福利达风格 你真跟他接触完以后 你会觉得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美国人 你不会觉得 他是一个什么 真正意义上的 什么中国人 或者华裔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知道吧 而且华裔这个词啊 意思呢 从字面上来讲的 就是说他仍然拥有 中国血统 但其实呢 他不是中国人了 对吧 但是大量的 你们从自媒体上 看到的 你们接触到的 包括这些翻车的人 他是说着中国话 拿着中国护照 从小在中国长大 接受中国的教育 亲戚朋友都在中国 这么一伙人 然后你非得管他叫华裔 他真的不是华裔 我就觉得有些人啊 他很会扣帽子 因为人嘛 他总是这样的 他总是有一种 就是排他性 他这个心里就是这样 就是 哎 你要干了好事 那有光 我脸上有光 我在跟你一样啊 咱俩都是 你看看 这哥们往祖上追六代 这广东人 他在这么算 你知道吧 如果这哥们 哎 办了一点什么出格的事 华裔 这一定是个华裔 为什么是个华裔 那不管他 他上个月好像刚移民 那不管 华裔 华裔 我不管他之前 49年啊 是在中国过的 只要他这个月移民了 他就到华裔 你知道吧 他就这个意思 我并不是说美国有多好啊 我也并不是说这个 华人华侨大量的 我们 是吧 有多好 我只是说 你不能这么算 他这个人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你能从他的谈吐说话 很轻易很轻易的 就听出来 如果一个日本人 是吧 他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你拿着中国过 你非要管 你叫日本人 我觉得你也挺有问题的 就像你祖宗 比如说是个鲜卑人 人家这么多年了 穿汉服 说汉语 然后玩这 融入到中华大家庭里了 那人家也黑起来闹啊 你不承认我们先卑人 你就是先卑奸 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融入一代 跟融入两百代 其实没啥区别 融入一代 他也是外国人 对吧 融入两百代 他也是外国人 真的没啥区别 在我眼里就没啥区别 所以说 你就只看你自己这一代 就比如说有人说 哎 那你刚才你儿子是什么呀 你能知道吗 你刚才你儿子是什么呀 你能知道吗 你儿子是马云啊 你儿子还是医药犯的 你能知道吗 这不抬杠吗 这种人 是吧 那总哎 那不管 反正是我就主观的认为 你们出了国了 那培养培养下一代 就肯定都是汉奸 我天 嗯 也行吧 就是今天呢 不是想跟大家来吵架啊 只是说 有人问了我 你最反感的一个词 是什么词 我就觉得 很多人嘴里的华裔啊 这词其实是 挺歧视的 为什么呢 华裔这个词 本身不歧视 但是一旦从 有些人嘴里说出来呢 就成了歧视了 因为你们所骂的华裔 没有一个是真的华裔啊 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接受了中国教育 中国生 中国长 从中国来了 平时生活中他跟中国人没区别 你非得说他是个华裔 你说你让我咋说 你说你让我咋解释 就包括有些人就在网上骂我 就说你说你骂我是一死胖子 你骂我是一猪 是吧 你骂我是一个吃货 你骂我长得丑 你骂我黑 你骂我骗 你骂我偷袭 都可以 对吧 你骂我不良武德 你骂我口才比你好 你骂我长得命帅 也都行 但问题是这种人呢 他说这个人是个华裔 你骂谁呢 你说我这个华裔 我说着中国话 中国生的中国长的 我父母也都是 这个老国企出来的 你最后跟我讲 我的认同是错的 我 你就应该是美国人 不是对不起 你要想让我承认是美国人 是华裔 也行 你得中文先比我好 你再让我承认 也来得及 我之前嘛 就是你看 我跟有些人说 有些朋友啊 他这个台杂国 你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以前 我做自媒体这么多时间啊 这么多个月 我见过最有意思 一个说法就是什么 我在中国 我给中国纳税 你在外国 你给外国纳税 所以我比你爱国 前一段时间 我做个视频 怼了一下这些朋友 我说其实我也是要纳税的 我的纳税比大量的朋友要多的 所以说 怼我不纳税的人 可以闭嘴了 然后这帮人立马就变了 穷人就不配爱国吗 你看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政治标杆啊 人家标的多好 穷人就不配爱国吗 难道你纳税税比我纳税税多 就是你比我爱国吗 然后我就在下面留言给这朋友 我就说 那你靠啥爱国 你靠嘴爱国呗 我们都是靠增值税的 我们消费就是爱国 说的好像我不消费似的 对吧 那大量的 我也每年要从中国买大量的东西 我回不回国 消不消费 你告诉我 对吧 那照这样说 那我哪一点不如你爱国呢 对吧 说靠纳税爱国的时候 是你们 最后比比不过 然后最后也反过来这么喷我 那你说何必呢 对不对 所以说 我拿一下 以后你喷华裔 我没意见 比如说扎克伯格他老婆 这就属于越南籍的 越南裔的美国人 其实他是个华裔 但很多人都是 就是他是个华裔 你骂这些人 没问题 像我们这种 说着普通话的 接受着中国教育长大的 自信点 我们就是中国人 我们不是华裔 好不好 你们不要把我们归到华裔这一类的 我从出国的那一天开始 我听别人叫我华裔 我就觉得特别别扭 知道吧 就感觉好像是 我要是干了好事 往上追我祖宗八代 也得查出来我这个华裔 我要干了坏事 你就不用干了坏事 下一分钟就可以跟我割裂关系 你说你看美国华裔 就他干的 所以说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的流氓 非常的不良武德 这是我个人的认为 不好意思 这真的是我个人的认为 行吧 那这一期呢 我主要就是想讲讲啊 这个词我有多不爽 包括有些朋友不是问我吗 出国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对这种东西啊 就是有什么让你不爽的东西 就这个词 我十分不爽这个词 但我并不是不爽这个词本身 而是不爽大家对这个词认知 包括有很多人说 这样子以后就叫你汉奸 你叫我啥随你辩 你骂我汉奸也可以 对吧 汉奸归汉奸 汉奸也不是华裔 汉奸也是中国原生的 叫汉奸 所以我说这个汉奸啊 跟华裔 是有基本区别的 知道吧 行吧 大家看看公知都是哪国籍啊 是吧 大家看看这些 真正的这几年在国外叫的欢呢 都是哪国籍啊 国籍都是后改的 这开始他都是中国籍啊 不要那个什么 真正的 人家按照法律的 人家真正遵守法律 有几何能干这事啊 是吧 都是那什么呢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啊 再说有人又该急了 有人又该说 你看看又是一副高华的嘴脸 行吧 原来高华是我这副嘴脸 这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